记者陈嫌疑台东报道 空勤总队蓝宇坠海黑鹰直升机 今日下午被打捞出水 机舱内发现二具遗体 上午打捞作业进行时 台东地检署检察官已经会同法医及台东现行大人员前往打捞现场 下午遗体打捞上岸后 以阵兵存于台东势力病医罐 将进一步采集DNA检验身份 另调查相关失事原因 东检表示意外发生后即成立专案小组 并指派检察官负责相验及相关失事原因调查 今日上午会同法医台东现行大舰事员 警级第15海巡队队员等搭乘巡防艇 前往蓝宇外海与打捞船舶会合 打捞人员于今日下午顺利将直升机船体打捞出海 并发现二具遗体 专案小组成员随机在大型作业平台船上进行相关相验工作及财政 东检表示 支升机相关失事原因由肥安委员会及该署共同调查 鉴定离清是否有机舰或认为疏尸 遗体部分先占兵存于台东市立病医馆 但后送法医研究所进行DNA检测后确认身份 高畣 身体平台 请查 Muchas醫生 姻